三灘 跳呀 跳过山哟 跳呀跳过水哟 一日不一日 呀走走又停停 跳出了多少情呀 跳出了多少意 轻一笔山中呀 轻一笔水长 不怕那山陷足哟 不怕那路途遥游 总得两箭飘呀 走回到地头 那里烟雾啊 就跟我们山上常见的那种差不多 可是那几个大汉啊 这眼泪鼻涕直流的 倒不像有人中毒的样子 那两个郎中呢 哦 我想 他们要是脱身的话 一定是往山里跑 因为他们口里面叫那个大师兄 就是以前那个老神仙啊 这老神仙功力可是强啊 这个老神仙功力可是强啊 昨天是我亲眼看见的 管不了那么多 我们硬把他两个请来 这样可以使这个老神仙 不敢对夏修峰小林不利 对呀 快走 我们要等他们两个 没到山脚前先堵上他 走 好 走 走 叔老爷子 你留下了 要小心点 师父要找好帮手 等八师叔跟古师叔来了 我们配好了治瘟疫的药 那可就好了 最好 我跑这么久 怎么连一个草物都没有 不是我跑出了什么方向 你們! 對不起,這也是我師父發明的。 你們把他抬回去,我要去接人去。 是! 吳大人,那兩人,那個姓谷,那個姓巴。 我們不要信他。 先對人家不客氣,大家注意點。 那個姓谷,武功很高,千萬被他丟出藥粉來。 這個我已經想到了,大哥你放心吧,我讓他一個也扔不出來。 吳大叔,吳大叔! 吳大叔,您,您瞧是不是這個樣子啊? 對,對,就是這樣。 來了,趕緊對話。 吳大叔,我們是朋友,請不要動手。 我實在想不起來,有你這麼樣一個朋友。 吳大叔,我吳大叔以挑夫為生,經過這裡。 遇了點差池,跟貴師兄有了點牽連,所以。 吳先生,您可以去找我師兄啊。 二位也是行醫技人,所以想請二位幫個忙。 你們沒有人生病。 有! 吳大叔,你。 吳大叔,你這腿沒好,你怎麼能出來呢? 吳大叔,你這腿沒好,你怎麼能出來呢? 吳,你是受了點傷,沒關係,讓我來替你吃。 不是為這個,我有個朋友叫夏修豐,為你師兄嫁去。 夏修豐,你認識嗎? 不認識。 哎,朋友,這麼說可就太不漂亮了。 我看你的表情就像認識。 認識又怎麼樣? 他到雲貴一帶,可把我們師兄第三人害得不起。 哎,我承認他醫術真好,但是,說穿了,同行相繼。 這一次我大師哥,有了治大溫的藥方,也許我們有抬頭的日子。 我的藥材是千里迢迢運來的,也被你師兄偷去了。 下路走,打。 好,大家玩去玩火,上。 大家玩去玩火,上。 哎呀,我。 我 吳师弟,就打扰了焕杀的人命,不得用 我 这是你们先不将礼 我对不起各位,加起来 糟了,两位师叔被我们抓走了 对了,你跟我那些朋友说过了没有 我在这儿平安,叫他们放心啊 我跟灵儿过两天就回去了 有,有 慢慢吃你了 年轻人,好本事 老圣街,我们给你无用无仇 你为什么要求姻夏大夫 放开他 我是向夏大夫请教 不信的,自己进去看看 嗯 总 不信 他已经答应,替我修真医书了 以后的事,等你们十说来了再说 我一定找黑子去接他吧 老星 你是跟零兒一路的 零啊 那你就下來服了 小零兒爹了 你沒吃苦啊 苦倒是沒吃 只是身不由己而已 你叫什麼名字 我 我叫小零兒 小陸 小零兒不在這 小陸 小陸 這丫頭的眼光不錯 小陸 別去拔角他 好好看著 很好 很好 好 小老婆 小夢 小琳兒 你怎麼到現在就害我急死了 來來來 小琳兒 你先死 女人哪 爹 我可不可以不要穿這個衣服啊 你要換個漂浮的衣服 不行啊 嗯 你是我的女兒 不能再那麼野了 你穿了這個衣服啊 我就好像看見你娘一樣 當初 我對不起你 何以 我要你穿這點衣服 當我看見你走來走去的時候 我就好像跟你娘在一起 你娘 那個時候 你娘也是這樣的年紀 唉 日子過得真快啊 吳大爺他們怎麼沒來啊 我是中文男父被抓來的 啊 那 你們兩個過來 我爹在叫我 你不知道我是女人啊 知道啊 不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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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不 不知道啊 爹 來來來來 哈哈哈 很好很好啊 你們去玩去吧 对了 凌儿 中午多预备点韭菜 我要跟小龙喝一杯 爹 什么时候装来着 你放心好了 我已经跟施钥匙说好了 他会放我们走的 你爹怎么把施钥匙当自己嫁了 那十一号师求人爹 帮他修订你本新的遗书 他有本手冲的遗书错过多 我带你出去看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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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师叔 全将那些挑副给抓去了 一笔 水墙 飘呀 飘过山游 飘呀 飘过水游 一日风一日 慢用 慢用 二位 我武大豪是个粗人 这一生只讲一个例子 二位是学医的 学医就是救人 我有几句话不太中听 所以先干了这一杯 表示歉意 您客气 您客气 我跟夏修峰 是生死之交 他一封信 为了救云南山区的瘟疫 我就带这帮挑夫 千里迢迢地从北地 送药材来 没想到你们师兄 不但不帮助这件事情 反而横加阻扰 他就不顾千万人的死活 这位他老神仙的虚名 我们自从夏修峰来了之后 我们同门三人 就渐渐地没病人照顾 哦 那就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了 病人一定是不少啊 夏大夫又是一个人 他治得了这么多吗 这 诊费太贵 尤其那个老神仙石钥匙 没钱可以借死不救 这就不是唯一之道 我们的医术 不如大师兄 他所规定的收多少 如果我们少收了 他武功积好 我们会被责备 还有 四师弟 就是古老三的亲兄弟 他不负大哥的命令 被人给害死了 我们担心的 这次帮他治好了瘟疫 他心胸虾肠 所以古老三 才带了点药弹 那是我们炸药做的 其实我们必要时报 同归于尽 你什么时候 看那个 你沒有給我 別有錢 阿 奶奶會炸呀 二戶啊 你怎麼那麼不小心 幾點 這兒發生什麼事? 十二虎玩那個藥彈,不小心炸了一顆 去告訴五大爺,沒有事 好 老七,快幫忙拿走,好重 老姨子,怎麼回事? 十二虎玩那個藥彈,不小心炸了一顆 不過現在沒事了,叫他收起 是 五大爺 如果能使我們大師兄改變的話 那是最好 不過 難 難 好 那我們為了救人也不能客氣了 兩位 還是照我的辦法做 這一次 夏大夫一定跟我們回家 二位呢,可以好好地給定家治病 做醫生的,應該人心人輸 不積極與名利 這個食藥師很工心 我們現在是在無誤可通的山岩上 所以才找不到他人 不知道五大爺他們今天什麼樣子 小洛 小洛 在你心裡 你確認對我有什麼想法 你確認對我有什麼想法 我想 你是當不了頭父了 小洛 我不是問你這個 那 那 那我也不是木頭 真的 是五大爺說的 五大爺會跟你說這個話 那他一定會跟我爹說 五大爺讓我好好帶你 五大爺 要不走 到來 就擋在這兒 啊 一愤 五大爺 他要不走 我看她的朋友 我看她了 她的朋友 看她一眼 我看她了 她是合余思琴 她的朋友 她卖了 她的朋友 你也要去把那些人的费用 很快 你也要去把那些人的费用 你也要去把那些人的费用 就这些人 就这些人 全部都校定好了 全部都校定好了 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我怎么能放呢 我怎么能放着你呢 二师傅 三师傅 你们怎么回来了 你們不是讓那條夫給抓住了嗎 我們逃出來了 他們兩個一定有聯手性 憑他們那樣 怎麼逃得出來呢 一定跟條夫有攻擊 徐老迅 你拿給拿我師父的 好 我在這兒 大師兄 你想 換上去這兒 沒想到 我們自己先逃出來了 是啊 大師兄 大師兄 住手 石鑰匙 你簡直是人面身體 大師兄 就知道 我們兩個火狼匪逃不出來的 想找你好好發育痕探 這是自己找死 少爺 不 大師兄 人家在瘟疫得病 你還要發財 好 後面寬敞 我們好好地拼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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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兄 不 小心 大師兄 是你 是你 大師哥 師父 大師兄 師父 大師兄 師父 小林 你怎麼要扮女的了你看看 你怎麼推我 你怎麼推我 他本來就是女的 他 什麼 是女的 我的天啊 師父 我小小狗 你這個老怪物 你可把我給害慘了 啊 母大侯 你這個老驢子 我不害你就害賊啊 啊 大家往前啊 起來起來起來 去把晚餐夫人接來啊 為什麼 啊 這兒不錯呀 我們得多住幾天 好讓夏大夫啊 把藥方啊 教個古先生跟八先生 多謝 我走了 好 來 真的是你嗎 那我就把你送給夏武 哈哈 小林 小林 爹 爹 人那麼野 要像個女孩子 小林 你 我像個女孩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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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嗎 他們 小林 人啊 坐在这儿 别跟他们去也去 老怪物 要不要喝一杯啊 你们喝 我没空啊 你们喝啊 这个叫 老爷子 老爷子 夏大夫 什么事 不得了了 那个黑子带着跑了 只要他师父不在 黑子在没关系 对不对 妈 希望如此 夏兄 我们这才知道 当初我们学的不够仔细 等药配好了以后 我们一定替夏兄送到云南山 哎呀 如果当初 二位能够跟兄弟合同共计 互相研究 山明的病恐怕早就治好了 大长 什么事 老爷子 黑子带人跑了 老爷子 大长 黑子怎么逃的 你要uses 哈 可是 一样 等配好了 要你跟这两位师叔啊 好好地行医 他们呢 可比你那师父要厚道得多哦 嗯 こん中我师父也死啦 嗯 柳大陸 發生了 教練 菲子呀 你剛在吹甚麼歌啊 剛嗎?是一句琴歌 秦哥 秦哥 我告訴你 這個 這是描寫一對秦人 死了以後 變成一對小鳥的故事 這對小鳥 它是在那個 那個地方才找到 什麼地方才有 就在那個地方才有 好 說清楚您 我聽不見耳背 聽不見 大腔 我沒致 他沒致 大嬌,我看誰要財,你去告訴吳大英,快 老爺在這 三位討論的愉快 大豪,我們討論的事情你也不喜歡聽 我看哪,你們還是去喝酒去吧 不不不,我想請教巴仙人監視 您請說 石耀士是不是認識什麼年輕的女孩子 有,叫英娃,是她的義女 是啊,我們很少見面,不知道她住在哪兒 五大爺,你怎麼會想起來問到她呢 隨便問,兩位如果想起英娃任何的事情 請先告訴她 是,是,是,是 好了好了,我們繼續研究我們的動作 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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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五韓式麻痺,應以火山燒之類 你叫二伙子看看 別怎麼千里迢迢運來的藥在出事炸作 好 胡桑,上來 好 加油 啊 哎 胡三 怎麼回事 胡 妳怎麼了 好痛啊 快快進來 你敢咬我 總要看老子 是不是好好吃你 我看你呀 瞎了眼 敢欺負我瘦狗薯田蝦 胡三 快上來 爹 你看 給你爹跟伍大爺出去走走 爹 我 什麼事啊 你 你叫小靈兒跟小鹿他們去嗎 你傻小孩 小靈兒現在還能跟著亂跑嗎 小鹿在西邊是負責守衛啊 小靈兒真的是女的 不是小蛋 那一會兒就不好玩啊 好了 走了 走了 哦 擱下擱下 好嗎 好嗎 小大哥 表哥你呢 你好好看著他 待會兒我可以好好吃的 好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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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 你說吧 走吧 走了 走了 哦 大腳啊 你留下來看著我們的藥材 好 白鵬啊 你跟小鹿守著席邊 是 胡大爺 降伏轎子啊 是我們附到人家的本分 萬鈞哪 這針線活你會做嗎 會是會 就是做不好 唉 你呀 都叫你爹給你寵壞喽 娘 娘 都怪娘啊 唉 小鈴啊 你會做嗎 娘 小鈴我早就走了 他去找他爹去了 哦 你要 要當心 盡量 一定要 爹 唉 林兒啊 爹答應一定給你們回去 不過爹總得把治病的法子 傳給他們兩位 要不然爹怎麼能放心呢 爹 是跟小鹿聊聊 爹很快就想完的啊 去去去去 哈哈 下山河 大山河 大山河 牽一堤水茶 跳呀跳過山喲 跳呀跳過水喲 一日步一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讨厌了 要不是这件衣服的话 我才不会摔跤呢 你笑什么 我笑 我笑你是姑娘 讨论你了 这才像 小林啊 我爹跟伯伯去看吴大爷 怎么去了这么久了 是个荒村的到这时候 看见连个鬼影子也没有 姑娘 你怎么 你受伤了 我的脚 我的脚 好痛 姑娘 那有意思 你先坐下 我的脚 这位大哥 我家就种到后面 你扶我一把好不好 好吧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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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ing 止 乌虎 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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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再走 你不在乎 我自己也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姐姐 你不在乎 我才可以 你不在乎 会不在乎 我更不在乎 都是我 用這種下三瘤,呸,用這種下九瘤,下十瘤的方式對付我這瘦狗楚天下 有本事,你們就跟我打,打贏了,我才扶你們的 誰要跟你打架,我們抓你來就是要換那杯草藥了 簡直做你的春秋大夢,我看你們是中了瘟,燒了你們胡說八道了 你寫不寫? 我伍伯伯不會答應,我爹也不會答應,我呀 我也不答應,你 你寫不寫? 我不寫 不寫? 呸! 你 女王 你叫什麼狗啊? 老子叫瘦狼 你很像耶,像哦 像 像,像,像什麼? 像一條發了瘋的瘦狼 原來是你這不要臉的臭女人,你在罵我 我哪有罵你啊,是你自己說的啊 你說,如果我把你打服了,你就寫信叫你的朋友把藥送來,是不是? 你一個人跟我打? 當然 誒,什麼爹的我怕你幹嘛 我看你啊,是怕我把你給打傷了 我們苗人啊,不怕男人看 你是苗人? 不對啊 因為我一直跟我師父啊 所以盡量要穿你們的衣服啊 不是不是不是啊 你是什麼苗 長在什麼地方啊 看來你還很懂我們的情形嘛 我是 我猜猜 我看你啊 我看你是 像荷花苗 也像水街苗 要不然絕不會不會這麼好看的 你絕不是什麼麥子苗苦瓜苗的 嗯 原來說這個啊 不錯啊 你要聽我的話啊 我就是水仙花苗 你要是不聽我的話啊 你就變苦瓜苗了 原來你的苗還可以變來變去的 對對對 像我們老家的一塊地 種完的麥子還可以種雜糧 你說我說的沒錯吧 對 你對急啦 你 我 你聽不聽我的話嗎 我 我 我不聽 你聽不懂啊 你不懂啊 只 就是 就是 你們說話要算數嘛 啊 哦 這個我懂 黑子啊 替他鬆綁啊 你嗎 這 放心 你拿到這身排骨架子 以前就有數了 你去啊 去 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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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輸了 我輸了 哎呀 不算不算不算啊 我剛剛說來沈子 手腳還在發馬啊 哎呦 那我得活動活動筋骨吧 不,不是啊 可以啊 你可以先活動活動筋骨啊 成了嗎 不不不不 我還要再活動活動 還要多久啊 快點嘛 行 腰法 不算不算 你會腰法 腰法 什麼叫腰法 腰法就是 就是腰法嘛 要不然我自己還沒看清楚 怎麼叫我帥腰呢 這不是腰法 這是什麼 你 注意哦 立刻 站開 不是吧 不扶 你要帶著兩個點 有請你跟我比啊 我看你就會發現眼南火啊 這女娃也是用 腰法 不,不,不是,你裝會踢人。 哦,我不踢,你還是注意嘍。 你服不服? 你再不把錢拿去,我也要沒有! 服了沒啊? 服,服了! 我還說,給我娶個苗人當媳婦。 我看有這麼苦光苗的媳婦,我親愛打一輩子光棍。 你要替我做媳婦啊? 不,不,不,不! 我的小姑奶奶,我要是有你嫁媳婦啊, 那我天天得準備小玲兒她爹,隨時替我準備劫苦了。 小玲兒爹?是誰啊? 大娃媽,就是夏大輔。 師父就是為了夏大輔才躲起來。 也是為了研究怎麼比夏大輔強, 才怕你去分她的心。 所以才一個月嘴你去一次啊。 嗯… 其實啊,要是為救我卒人性命, 我才不喜歡到這兒來呢! 師父她這個人啊。嘴上說很快就會把大維去掉, 可是現在身上越來越重啊。 師父也沒想過辦法。 师父也没想出办法了 这也不想出来了 起一笔山穷呀 起一笔水长 飘呀飘过山哟 飘呀飘过水哟 一日风一日 师父他这个人啊 嘴上说很快就会把大文去掉 可是现在山下越来越重啊 师父也没想出办法了 这也不想出来了 这也不想出来了 当然想出来了 所以你们这里呀没有药材 我们才运来呀 余毛你快逼他说出来 要不然他们不肯上山的 放屁 莫能挑断的腿 为什么 我看你呀 你拿着快点写吧你 快写 对呀 刚刚说过的哦说话要算话哦 我提笔笔一扁蛋还重 我怎么写啊 对呀 你这小子啊 提我装不算的 你写不写 好啊 你这上面画的乱七八八 什么东西啊 我爹一看就明白了 你赶快送去就行了 好啊 你快送去了 这这 快去呀 哎呦哎呦去吧 好吧 走 帮我走 这边又捅 省 statements 走 去看 uan 這三個點 表示他被三個人圍起來了 那這棵苗是這怎麼回事 那是螢蛙 它是苗人 原來這樣的 對對對 大哥 您瞧這箱筐了沒有 那是螢蛙 它是苗人 這就是告訴我們怎麼救他的方法 你看這裡面出來這條黑線呢 這就是告訴我們走的路 二虎這小子還真靈光啊 他裝著不會寫字 這一畫就畫出了個山路來了 二虎他還真的畫啊 要我我連畫都畫不出來啊 老爺的 我們是不是現在去救他 不不不 不急 不急 我們仔細看看 老夏 你對這環境很熟 你來看看 好好好 這兒 山路迂迴曲折啊 那 看著老闆 有五天亮後 再去照顧 好 那明天我們就行動 老夏呀 你把藥材和方法告訴二位 我們出來了很久了 該趕回家了 好 他們都要急著回家了 而我呢 小路 小路 小梁 小梁 你沒有去睡啊 我睡不著 你在想什麼 我 我 我沒有想什麼 我在手裡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怎麼又嘆氣 你還記得嗎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你就老喜歡嘆氣 小梁 那個時候 我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才嘆氣 那現在呢 小梁啊 你比我聰明 何必問我嘛 我知道 你是在想 這一次回去之後 外五大爺 不再敢挑副這一行 你該怎麼辦 是不是 你放心 你二虎大叫老七 你們就有四根扁蛋啊 要是過多的話 還有我啊 你 你現在是女人呢 我姓是女人 難道我以前就不是女人了 我可不是這個意思 哎呀 小梁啊 你明明知道我的嘴笨嘛 你嘴笨 有很多人不笨 他們也沒有發現我小梁啊是女人啊 況且明天 我不是要幫著大家夥 一塊去救二虎嗎 小梁啊 你認為二虎會不會有威脅 你放心 二虎聰明得很 我想不會出什麼問題的 好 那就好 小梁啊 回到青石鎮以後 你是不是和你爹又住在一起了 當然啊 我爹還答應我要在青石鎮開個藥鋪 準備養老 小梁 你要是願意的話 可以跟著我爹學醫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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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拿餅蛋的手 哪能拿像秀花針一樣的金針呢 我 我連人生和蘿蔔都分不清楚 你讓我跟他老人家學醫啊 非把你爹氣壞了不可 小梁 那你總不會離開我們吧 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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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過手櫼 請 一筆扇春 呀 請一筆水長 不怕那山線足佑 不怕那路途遙漸 众伴两间飘呀 总会抱你抱 嘿